字幕提供 帶領域給我們 這點是沒辦法 如果帶領域簽存的話 就在化送的負主賣化 帶領域簽存如果是能讓高層的空氣品質更好 讓我暫時帶領域簽存 如果是要做得到 做得到負主賣簽 我們希望要不要簽 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 公民行動已經記錄資料庫 我們聯合直播的網上的視訊的節目 那我們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的PN的網站 我們會直播之後呢 會在公庫的網站 我們會有完整節目的播出 那我們今天待會會增加一個新的單元 就是大元載報新聞 我們就會有一個小小的單元 在我們中間的時候 會來告訴大家 這個禮拜重要的一個社會運動 一個公民行動等等的消息 今天在節目當中呢 我們要跟他談這個議題 我們知道在2010年高雄發生氣爆之後呢 哇這個當時其實是非常讓人家很震驚 而且很多人才知道 原來我們家的這個馬路 或是我們家底下才居然佈滿了這麼多的管線 那當然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高雄市政府也開始做了一些所謂的檢討 以及包括中央政府也談到了一些未來怎麼樣的規劃 那所以在前幾天高雄市議會呢 也召開了一個公聽會 這個公聽會是專門來討論實化專區 要不要這個興建以及該如何處理台灣 高雄市政化問題的這樣的一個會議 今天在節目當中就要來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地球公民基金會的執行長 李根正來一起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根正你好 嗨 宗祥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跟宗祥請教一下在2014年這個氣爆發生之後 那我們知道在全台灣都非常非常震驚這樣的事件的發生 後來高雄市政府有用什麼樣的方式 除了我們知道有些相關的疾難救助的補助之外 或是這些所謂相關的救援工作之外 在整個的這種所謂的高雄的實化產業 它遺留下了這麼多的管線 後來有什麼樣後續的處理方法嗎 嗯對我了解其實這是一個最起手的問題 在實化氣爆之後呢 我們一直不斷的要求政府說要公開實化管線的所有資訊 但是這件事情政府還沒有做到 那對我們了解是因為整個管線的 包括它的分佈 它的管理都面臨的非常難題 嗯 包括國外的專家來看都發現說台灣的管線 最高的選擇化管線竟然穿越了人口密集的駐商區域 嗯 沒有人這樣幹 嗯我先講一下那個人口密集的駐商 事實上有經過我們老家的附近在凱旋路 就是說那個整個凱旋路我們可以看到它是從人舞大社 然後一直要應該是從連結到這個小港 或是在就是高雄港要出海整個這樣的過程嘛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看完之後才有點訝異 哦原來我們家附近的這個馬路底下居然就是這個所謂的石化管線 當時為什麼會這樣子規劃 那就是台灣應該說高雄去找的時候其實就在北高雄嘛 嗯 就是後進建立了第一座第二座 乃至於到90年代建的第五座的金油企業主廠 對 那在那個之後等於是就接著發展出了那個人舞大社工業區 還是人物 那台樹人物廠也在旁邊嘛 嗯嗯 那這群屯的一個產業聚落 嗯 那底下本來就有石化管線 嗯嗯 然後接著呢我們在高屏西畔 就是建立了在林園那個地方建立了第三座的這個 這個金油裂結廠 對 然後還有我們在呃 就是那個小港頂海工業區 嗯 有的大林堂 然後再加上還有大發工業區 嗯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進步在整個大高雄等於是南北都有石化工業 嗯 那 串連這些石化工業原料 就是所謂 我們產生的這些比如說餅機啦 粉啊這些東西就要輸送到 等於中下游的廠商進行這個加工生產嘛 嗯嗯 那這管線就當時就密密麻麻的就是去從南高雄 北高雄那邊送這樣 對 那所以通常剛剛講的那個老家的 的這種狀況簡單講就是說 整個大 這個人口密集就是一個石化工業區 嗯嗯 對那簡單講就是 嗯嗯 所以現在你剛剛談到說這些管線沒有辦法處理就是因為他在這個人口密集的地方嗎 但是我記得他大部分都還是建置在這個馬路底下嗎 為什麼這個管線看起來感覺是很清楚為什麼他會很難處理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說管線不是只有一個 不是一個大家不是把它集合在一個 類似的公用管的區域裡面管制 亂七八八 嗯嗯 那我曾經經過一個說法就是說國外引進那個最新的那種 呃可以有一個機器跑到那個管子裡面去深色那裡有滲透泄漏的這些問題 嗯 然後聽說那個機器會跑到會迷路 嗯嗯嗯嗯 那也就說管線太複雜了 對 而且其實在馬路上其實旁邊就是幾名的住家嗎 如果說你要把每一個地方有可能出問題的地方都抓住 合一般市都要叫我多號叭叭叭叭 到處都是這樣 嗯嗯 那除非你有一條路是沒有經過這些 人口密集的這些區域 但這樣你要等於是要找一條新的路線 所以其實是非常危險 簡單講就是說 你要把石化原料 從南邊要送到北邊這條路 你無論如何 你現在在高雄的這個狀況 你很難避開 有人口區域的地方 嗯 那 那也就是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看起來是不太好處理 但是他總得要處理吧 就是說你假設這個石化廠 在做起來 或者是石化專區的出現 他恐怕都得要經過這些管線 那這該怎麼辦 呃 現在其實是說在整個高雄 現在是面臨了一個 產業轉型的一個關鍵時刻 就看政府要往南邊走 那我先給高雄這一邊 北高雄這邊的居留 主要過去是圍繞著 中油高雄廠建立起來 就是後進這個 一二五 這個停業界長建起來 那現在其實這裡的 所有的生產都已經停下來了 嗯 就是高雄練油廠 嗯 因為政府在的壓力之下被迫就 就是準時就把設備停下來 嗯 那 被即時等於是在這邊的這個周邊的 包括人武大社工業區 跟台塑人物廠的原料 別的地方講辦法 嗯 嗯 那 呃 而且人武 那個 人大 就是大社工業區 其實當時政府也有一個承諾 就是一百 零七年也要跟著高雄練油廠要建廠 嗯嗯嗯嗯 那 一次出事的李長榮就在這裡面 對 哎 那 那所以其實 如果按照政府當年的規劃 簡單講 北高雄這邊的產業 要進行轉型 嗯 就是在這個時刻 嗯嗯 而這個 大社工業區還有一個案子 就是說它的那個 都市計 就是那個 已經 工業區已經這樣編成 這個一種工業區 理論上講 它不 不能再同時這些 高氮氏化工業 它要同時是低氮氏的這些性工業 嗯 所以其實就是看 政府有沒有這個決心 在石化地爆之後 順這個 推動整個北高雄 乃至全高雄的這個產業指導師 嗯嗯嗯 就是說解決知道 就是不要再把南邊北邊的 這些石化原料 就是 再來進行這種 輸送工作 嗯 就切斷了 嗯 就不要用這些管線 把石化原料往北送 嗯嗯 就是 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嗯嗯 問題就是在解決南邊的問題 要怎麼做 對 嗯 所以 談到說 把這個所謂的管線的輸送是切斷 那 會不會有一個更根本的方法 那就乾脆不要石化專區 也就是我們常常在覺得說 這個石化產業 到底它是不是必要 或者是說 這種相對之下高污染的這種產業 即使 它發展了 但是也可能對這個社會 整個健康環境造成很大的影響 不要石化專區的設置 會是一個選項嗎 應該是說 現在可能我還沒有 我覺得先 第二個問題 先不用急著談到石化專區 嗯 而是 既有的石化工業 你不可能馬上叫它關起來 嗯 比較務實的做法是說 既有的石化廠 嗯 怎麼改善污染的問題 嗯 因為現在在林園 就確實還是 三星現在 正在 更新 我們當時擋不住了嘛 對 然後它現在已經準備在深圳 就已經要準備投產了 嗯 嗯 就是然後還有就是 中油大林廠 確實都還在嘛 嗯 然後還有一些石化工廠 你不可能現在就叫它關 嗯 你現在能做 要求它要持續的改善污染 降低它的污染 還有改善公安 不能一天到晚都在爆炸 嗯 所以這個 第二個問題就是 現階段政府馬上就可以做的是 要求這些工廠要改善污染 嗯 那第三個問題才是說 所謂的 石化專區這件事情 嗯 那 基本上我們過去到現在 就是一直認為說 台灣不應該再持續擴張石化業 對 那你不要擴張 那你現在把地有的管好 是最重要的 嗯 那所以 呃 從地爆事件之後 一直出現石化專區這個問題 那說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是 弄 搞出一個 這麼32條人命 然後300多人受傷的 石化地爆事件換來的是 持續污染的石化專區 對 我想這是沒有辦法接受 你只是把 假設好了你只是把北邊的這一堆 就是石化工廠移到南邊去 嗯 那只是污染轉移嘛 嗯 坦白講我們沒有辦法接受這種污染轉移 嗯 嗯 嗯 那你能 就是說你現在要做的 你現在 而且你現在就是說 呃 區位的問題很重要 就是你如果你要搞一個石化專區也好 嗯 那你的 你的地點會在哪裡 嗯 那 如果你一樣是在南高雄 然後 然後也許你是要大臨補人天村 然後你在填海上路 繼續搞一塊 嗯 那就是比較中污染 因為空氣污染飄來飄去啊 嗯 對 對啊 不是只是後 只是附近的人受害 是區域啊 嗯 嗯 甚至台灣 嗯 所以要考慮的是說 整個台灣的這個 面對這個石化氣爆之後的這個產業轉型的問題 嗯 那現在就是 政府確實有提了一個叫做 因為蔡政府上台之後 他提了一個循環經濟這個想法嘛 嗯 啊 所以包括這個 這個石化專區 我知道 這個 政府或者 蔡政府裡面有些人也不想要用這個詞嘛 就是不要用所謂石化專區這個詞 而是用循環經濟園區 類似這樣的概念 嗯 那一樣我們會關稅的是裡面的產業內容 跟大連鎖 嗯 循環經濟他是怎麼概念 他還是一樣是以石化業為主嗎 還是他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看起來就是 步步他們 我就是也從媒體上看到了一些他們的構想 主要是在一些 呃不同產業之間的一些 能資源的互相的整合運用 嗯 比如說A工廠的廢熱 可能就是B工廠很重要的這個 就是 就是動力資源啦 等等 嗯 那A工廠的廢棄物 可能就是變成B工廠的一個原料 嗯 等於是說他是 可能不要有廢棄物產生外溢 嗯 那 那就是我所了解的就是 從原料能源 等等的這些能資源的一些整合運用 這樣子 嗯 那 呃 但是 裡面很可能還是有回一些石化工廟 這樣 如果我看到他 但是他們是說要朝向造石化 嗯哼 而不是說說 裡面可能排除了金裂堂 金油裂節堂 類似這種模式 嗯哼 我想這是一個新的發展跟可能性 但是這個所謂的循環經濟到底怎麼做 或者是不是他一定能夠去降低污染 或者是讓這個石化產業 他朝向一個相對比較健康的方向去轉型 這是 社會大眾 或者是像環保團體 一定是會長期去關注 或是盯住這樣的一件事情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回過頭來 再來請教更正 就是剛剛特別談到所謂的大鄰谷 大鄰谷是一個位於在什麼樣的一個地方 然後他們 似乎不是只有單純的 剛剛談到石化專區的這些問題 恐怕在周邊都有非常非常大的污染 那這可能也要面臨到千春的問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下再請教更正相關的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要請各位觀眾朋友 來看我們新的單元 就是大圓載報新聞 來了解一下 這個禮拜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 公民議題 社會運動的大小事 我們先休息一下 歡迎收看大圓載報新聞 帶您回顧一周社運重點 端午連假各地氣溫炎熱 還有大雨 依舊交不及華航空服員的怒火 端午節一早 不少華航員工上班前 先到民權東陸光復北陸口的 華航松訓員區前投票 響應台灣史上第一次空服員爭取罷工權 甚至有員工等不及6月15號的桃園廠 特地從中部搭乘高鐵北上完成投票 華航在上個月月初要求空服員簽架 大俗稱責任制的勞基法84-1契約 從原本可以從台北市區松山機場 強制改為執行桃園報道 包含限縮原本的工作時段 起飛前140分鐘報道 改為起飛前90分鐘報道 落地後60分鐘暴離 改為落地後30分鐘暴離 在工作量不變的情況下縮減工時 嚴重侵害空服員休息時間等相關勞動權益 通過工時的壓縮華航得以在頒表上 做出更有力資方調度的安排 依照勞資增益處理法 工會成員投票且經過半數同意後 才能舉行罷工 空服員工會這次主動調高門檻 喊出要以7成以上會員同意才會發動罷工 空服員工會的華航員工有效會員數為2600人 因此需要1900名的華航空服員投價贊成票 才能達到目標 這次罷工投票期為4天 共分為台北、桃園、高雄等三個場地 空服員工會將在下週舉行罷工說明會 向社會大眾說明空服員發起罷工的前因後果 另一則社運新聞跟我們生活中的電力有關 行政院長林全日前拋出 合一場在不演義的情況下可以啟用的想法 疑似違背了民進黨2025年完成非核家園的理念 引發懸然大波 反而團體怒批電力之頂絕非電廠不夠用 而是台灣過去以來電力的需求與調度管理能力不足 導致備載電力下滑 為了鼓勵節電減少停建電發生的機率 其實台電於去年5月啟動了虛量競價的機制 電價不再由電力公司統一制定 改由申請用戶制定減少用電的價格參加競比 就是以電費減免作為誘因 鼓勵用電大戶在用電尖峰等特定的時間 節電以降低停電限電的機率或者是發電的成本 但全國廢核行動平台認為僅提出虛量競價作為抑制電力需求的方式還不夠 建議中央及縣市政府應該加強配合並提高調度的目標 且訂定出夏季尖峰減量的目標量 甚至可以提高虛量競價的誘因 從現行一度電上限時限往上增加 反而團體列出了至少這三項可以強化夏季尖峰需求管理的措施給新政府 也已經判林全面對面提出減言 以上就是這週的大元仔報新聞 我們下週見 歡迎回到參賽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仲祥 剛剛是由我們的大元仔來跟大家報告 報道一下這個禮拜所發生的新聞 這個單元是我們的觀眾朋友能夠喜歡 然後也可以在這個過程當中了解一下 我們到底發生了哪些重要是對我們關心的這個社會議題公共議題 我們再次回到節目的現場 要來跟大家邀請到的是地球公民基金會的執行長 李根正來跟我們談一下高雄石化所造成的相關的污染的問題 根正你好 嗨 鍾翔還有各位觀眾大家好 剛剛其實我們在上段節目當中有特別談到大林浦 我們知道大林浦其實在整個高雄的這個污染的這個環境當中 其實是某種程度是一個重傷害的地方 我可不可以請你幫我們介紹一下大林浦的這個 整個環境還有包括它周圍所面臨到現在 就目前就已經面臨到的一些相關的污染的問題 其實大林浦差不多可以說是整個高雄是發展最大的一個犧牲者 那怎麼說呢就是說 黨建立之後 像二港口的建立嘛 然後它大林浦本來是可以跟那個 已經那一代啊都可以都可以算結起來 那等於是就就斷了嘛 然後另外呢就是它跟高雄市之間的聯繫 本來其實你現在看到一大塊像中鋼 中油 是一等大塊的我們叫小港工業區 等於是阻斷了它跟高雄市的聯繫 它的聯繫變成是要繞很遠的路 就是台詞七線那個沿海路嘛 對 就是才能進入到那個大林浦那個社區 嗯 然後所以它某種程度是因為這些高雄港的發展 跟高雄工業的這個發展 變成了這個高雄市裡面的一個孤島 嗯 它是現在等於是會在高雄市的最南邊 嗯 就是在小港還要再往南嘛對不對 其實就是你原則那個小港機場一直往南走 對 走到底在轉彎的地方 那個區域就是大林浦 然後再往南邊走就是到像鳳梨頭到那個林遠 對 好 那所以其實它那個區域簡單講就是幾乎整個 那裡面就是中油 中鋼 中船 全部都在都在這一帶 嗯 那所以其實過去我所了解的是在高雄縣市還沒有合併之前 有些污染物可能就佔了整個高雄市的八成 嗯 哇好高的比例 對 因為其實中鋼 中鋼 中鋼也是一個最大的污染源 嗯 那個像碳排放 它大概就佔了高雄市的一半 嗯 但他們很會營造那個環保的形象 對 真實上它一直都是很大的污染源 嗯 所以其實大林浦我記得在1992年就曾經已經發動過一些相關的圍場的抗爭嘛 那這個圍場抗爭似乎並沒有辦法阻止這些重工業 可以進出到那個地方嗎 應該說早期 我當然對居民有一些就是粗淺的一些訪談了解 坦白講早期就是大林浦人或者是高雄人對於這種重工業會帶來的這些污染後果並不是很理解 嗯 嗯 那甚至譬如說發生肉油事件大家還去撈那個 撈那個 撈那個 也有 來 來 等於是 來 就是 有一點是協助這個污染上後也換 也就是 就是那個時候根本 大家不知道那個風險啦 污染風險 嗯 所以應該是說 那個是一個台灣在從農業轉換成工業 這個過程中 只是一方面政府的污染管控是做得非常糟糕嘛 放任污染到處 逸流嘛 嗯 然後二方面人民也不知道說石化工業或者是這些重工業會帶來的風險那麼高 然後一月裡之後才發現說人口外流 這是一些越來越變化 嗯 其實 這個大林普現在面臨的困境就是說 那裡的污染確實很嚴重 而 很多的這個 很多的這些工業還是在持續在擴張 嗯 比如說 前陣子大家爭議很大 比如說有景專區 對 那有景專區其實理論上講它當然不是像 就是石化 有很大的這個石化工廠的污染那麼嚴重 就是在它的等於是 呃整個大林普幾乎 呃北邊東邊 全部都都被都被包圍了嘛 嗯 西邊都被包圍 所以他們一直在說 那是唯一口這個乾淨的西南風的所在地 那你現在又給我搞一個那個油頂專區在裡面 我連一口那個 那個乾淨的西南風都吸不到 嗯 也就是說它其實是層級污染負荷 你的意思是說它就會整個把大林普這個區域 是整個因為各式各樣的工業區跟工業火動 它整個把它包圍起來嗎 對 再進一步再包圍起來 那 因為其實大林普那個區域 就是說南邊 還在持續填海照路當中 嗯 所以它其實會在這個 反正前面講是周邊的污染會 還在持續增加 嗯 所以確實是非常困難 嗯 不過在那天的公聽會裡面 其實環保團體也提出了一個說法 他說 這個石化產業 原本可能是會設計在這個大林普這個地方 這個專區 那其實他們有一個統計出來 就發現這個大林普的這個所謂的污染值 已經比這個賣療跟台西高了三四倍 這個數字是讓我覺得非常驚訝 因為我們去過台西去賣療 就發現這個污染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那這個高達三四倍 這是一個真實的一個數字嗎 如果是的話 為什麼這個數字它會這麼的高 而沒有辦法去解決呢 嗯 嗯 對不起我們那天沒有參加那個工聽會 我不清楚就是 就是說 它的污染物質是什麼 有說過就是說 因為那裡的工業污染的特性 包括中鋼 包括中油 就是它的產業跟 這個六清是有一點差異 嗯 好的理解 然後第二個 其實 六清基本上 離社區的距離相對在高雄 的石化業 比較更遠 比較遠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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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早期為什麼會設置那個離島工業區 其實是因為高雄的教訓 嗯 所有的石化工業區 中工業 幾乎都緊臨著民宅 如果你去探大林埔有一些 當時那個 還有紅毛港 當時還沒有拆掉的紅毛港 很多的這個送管線就直接穿越 然後人口又很密集 所以它的這個狀況其實不太重要 嗯 這其實剛剛談到一個重點 其實我們家以前是住在高雄前鎮 就是一新路跟凱旋路的那一帶 我們家的附近就是我們學校的小學的對面 它就是一個非常大的 這個工廠 這個學校就在一個工廠的旁邊 是現在想起來 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原本很多在高雄市區內的這些 工廠也都慢慢一個一個遷移走 可是為什麼大林埔這些工廠不但沒有遷移 那反而是這種又要有新的這種所謂的專區 甚至也據說這個石化山區也會放在那邊 這個不就是特別要去吃定這區 這群大林埔的居民了嗎 其實應該說整個那個 南高雄的那個就是小港領海工業區 其實是非常龐大 剛剛中翔講的那個一新路那些區域 在整個都市化的過程中 它那些地方已經人口還越多 然後二方面它的那個工業的規模沒有那麼大 但是整個小港領海工業區 是非常大的大型的這個工業區 所以其實工業規模是不太一樣 而且它就是實際都還在營運發展當中 不像市區有一些它就是就是陸續灌場 那所以嚴格實在確實整個大高雄的這個工業 就是很難 很難就是它 它是好像還在持續一個擴張發展的狀態 這是事實 對 那對小港領海工業區 包括大林埔 其實包括那個小港的居民 那邊的整體的這個健康的風險跟 特別的大 嗯嗯嗯嗯 所以在高雄的大林埔真的會去見石化鑽區嗎 應該是說我剛剛有劈頭講 就是說它面臨的問題要先解決就是大林埔那個地方要怎麼辦 嗯嗯 那如果說是要循環的經濟園區 坦白講現有的小港領海工業區 你既有的污染產業你就要設法上低它的污染 在那邊發展所謂你新政府想要推的循環經濟嗎 嗯 你不一定要擴張新的產品 嗯 但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從馬政府時代到現在為止 他們都想要再 往外再擴張更大的一個工業區塊 不管它叫做石化原專機 或者它叫做循環經濟園區 嗯想要這麼做 可是想要這麼做你就得面臨大林埔要怎麼辦 嗯 如果你現在是不管大林埔你在外面繼續擴張 那那個大林埔人就會夾在那個工業污染的那個 對 那個全部都被封住的情況下坦白講是非常非常 這個嚴重的這個人道 就是這個環境品質受害的這個問題 環境人權受到非常大的侵害 嗯 嗯嗯 所以現在市政府或者他們想要提那個天村嗎 對 那那現在就是天村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對 那就是說你能不能 嗯 嗯 就是少到適當的地點 嗯嗯 那你原來的整個距落 有沒有可能持續威信 因為如果你有距落過大林埔 那其實就是一個 小正門 對 嗯 嗯 然後那你有很好的 這個生活機能 開市場 理髮店 小商店 廟宇 就是生活的信仰中心 什麼都有的一個地方 嗯 嗯 那他也有很傳統的歷史的文化脈絡在那個地方 你要先 很容易的事嘛 嗯 要看你怎麼走 要舉出配套 嗯 那對當地的居民看 看起來就是我們所接觸的理解 就是屬於一個非常無奈的情況 嗯 因為 污染的改善遙遙無奇 但是 呃 天村也要看政府拿出多少配套 嗯 嗯 嗯 其實我們在之前曾經訪問過徐世榮老師 我們在談說 即使是新政府執政 這個政府還是一個發展主義的為主的這個政府 那 其實高雄市也民進行執政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可是這些污染的問題都 並沒有完全的解決 甚至也引發更多的民怨喔 你對這個新政府會有一些期待嗎 就是如果這樣的邏輯基本的價值不改變 呃 他的環境真的能夠改善嗎 不管是大林普也好 或者整個大高雄也好 他的問題會不會也跟過去的政府是差不多的呢 我覺得主要還是就是說 這個新的政府 或者現在的高雄市政府 有沒有決心 藉由高雄氣爆事件 把它當成是一個 產業轉型的契機 而不是一個污染轉移吧 嗯 那 中期當然 蔡政府有提出了一個循環經濟的概念 可是這個在對台灣來講都還很新 嗯 那我自己是主張說你要拿出誠意先把建議改善 嗯 你要建立你這樣的一個社會信用 嗯 然後第二就是說其實過去民黨從太高雄出 從這個 那個謝祥廷執政以來 一直延續到現在 其實是 城市的這種 美觀嘛 尤其是 嗯 對就是 城市風貌的 的轉變 對 所以有很多城市景觀的建設 確實說得比以前國民黨執政要好很多 嗯 但是沒有處理的問題就是這個城市的這種 高污染產業的這個模式 嗯 所以其實如果說你真的要給這個城市帶來一個比較根本性的改變 你就是要從現在去 推動產業轉型 嗯 那這個產業轉型你說我也沒信心 我覺得就是說 台灣過去社會到現在為止 這件事情是一件艱難的工程 因為 台灣政府從國民黨民黨 喊產業轉型已經喊了 嗯 十年了 但是我們只是從一個產業 移轉到一個新的產業 比如說以前 以中工業為 他已經開始發展 科學園區 然後科學園區開始在新竹 然後就 全台灣到處搞科學園區 然後認為這就是一個模式 綠色系統 然後接著你看又要搞生技 又要搞什麼搞什麼 但是一直都沒有去面臨舊的 對 就是既有的傳統產業 既有的中小企業 這些東西怎麼去提升他的技術 然後提供他的附加駕駛 如何提供他的污染的問題 嗯 你看現在不是一天到晚都有什麼 不管是爐渣 廢疫 污泥到處亂倒的事情嗎 那是根本的嘛 那工業費幾乎你現在都搞不好了 嗯 你跟我談循環經濟 嗯 坦白講我有點在意 人民會沒有信心 但是我 我認為說 或者是現在大家推什麼那個 西土西就是從搖籃到搖籃 簡單講就是解決工業污染的問題 這一顆 嗯 地方國家比較先進的這種工業資料裡面 我完成認同也是 就是台灣應該要 朝這方面走 嗯 可是你不需要同步解決污染的問題 嗯 你要面對現的產業污染的問題 要拿出你的辦法 而且要讓 人民可以進來 嗯 對 那所以現在就是說 啊 大領埔先村的問題要 要完全遵忠 大領埔 地區的名義 因為他們最知道他們想要什麼 而且 就是將來要 假設要面臨先村的那些配套潮 你要大領埔 是不是才算嘛 嗯 那但是 如果你稍微從政治發展的角度 大領埔人做出那麼大的犧牲 結果換來的是 石化業在那邊搞擴張 嗯 然後 地區污染 我覺得我至少我們沒辦法接受這個事情 嗯 嗯 所以在那邊能夠 補一個新的那個 基地模式 而且是真的可以帶來未來的 帶來這個台灣未來的 地方得到的 嗯 那但是這個東西 融獲有一些討論空間 嗯 我就說有了污染你要 政府要拿出來解決 嗯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我想新的政府當然會提出新的這種產業政策 對於一般的民眾或社會大眾而言 也會覺得這個產業當然是需要轉型 我們不要這種所謂的高污染的產業 那但是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能不能夠解決 既有產業所造成的污染所造成的問題 恐怕也是一個更重要的能力的展現 除了能力的展現之外 剛剛跟政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 你能不能夠取得到社會信任 就在於你有沒有能力去解決 舊的問題 這恐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挑戰 今天非常謝謝跟政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來跟 跟政來討論相關的台灣的這個環境問題 謝謝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拜拜 謝謝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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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的眼淚 熄過了世界 愛來不及發現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見 心中的黑暗 掩盖了希望 忘记要相信 生命的动力 誓言自谋 万千走 继续